台股再度破底 要走去哪裡? 台股這一週的走勢 很明顯就是一路往南 是有較大的跌勢 那圖片是9月28的截圖 台股從高點18619.61點 直到9月28日的低點 13466點07點 是下跌了27.69% 跌幅已經快接近30% 應該開始漸漸有感覺了 那從日線圖來看台股走勢 很明顯可以看到整個趨勢 都是被季線反壓壓著打的 那9月28日一根長黑 是跌破前低支撐 再創波段新低 整個走勢可說是相當弱勢 那我們都知道 聯準會今年開始是一直升息 台灣也是有升息 但幅度有差 那我們從財經M平方的網站上 可以看到台灣、美國利率比較圖 紅色是美國 藍綠色是台灣 可以看到今年開始 台美的利差是越來越大 再把台幣走勢 與家權走勢放在一起看 可以看到從2022年 台幣是一路貶值 台股的走勢也是一路往南 那2020年到2021年 這幾年台幣走勢是持續升值 台股的走勢也是呈現往上的趨勢 那我們從財經M平方的網站上 可以看到台幣與台股的走勢 從歷史走勢可以看到 當台幣有較大的貶值 台股走勢大部分也都是往南 所以台幣的走勢跟台股的走勢 是息息相關 那台幣的強弱代表熱錢的賄賂與賄出 當然多少會影響到台股的走勢 那台股是跌破前低 那從技術邊來看 就是持續下探找支撐 往前找前低位置支撐 那再從月線圖來看 目前台股的十連線位置是10973.54點 現在台股的位置距離十連線還是有點距離 那為什麼特別看十連線呢 可以看到台股從金融海嘯之後 回測十連線支撐都是有收腳是有守住的 所以十連線支撐可說是相對重要 那在這波大跌的走勢之下 我撿了鴻海 那從鴻海的日線圖來看 鴻海在2021年高點到2021年年底 其實走勢就相對弱勢 所以這波下沙反而跌幅沒有加權那麼大 那2021年是來回震盪 是來回測試支撐 那目前也是再度回測這個前低支撐 所以在這邊可說是進可攻退可守 距離支撐位置很近 萬一真的跌破支撐 那麼跌破支撐的停損損失就沒那麼多 如果跌破支撐是想加碼的就繼續看下去 從月線圖來看 金融海嘯低點是52.60 那可以看到之後的走勢 是完全沒有跌破過 那下檔5連線 10連線是形成均線糾結的狀態 10連線則是翻揚形成支撐 再看看價量累計圖 就知道最常成交的位置是在哪裡 也就是這些位置最常出現 所以如果跌破支撐之後要加碼的 可以從歷史走勢圖來看看 想一下要如何來進行加碼 那洪海2008連之後的EPS 這幾年歷經各種風雨 整體算很穩定 大部分時間都是8點多 只有幾個年度是7點多 2021年則是10點多 那2022年營業收入的部分 2022Q1對比去年同期連增 2022Q2對比去年同期也是連增 2022年營業毛利也營業利益的部分 2022Q1對比去年同期連增 2022Q2對比去年同期也是連增 2022年上半年 洪海的本業表現相當好 都是連增 三率表現 2022Q1營業毛利率 營業利益率 對比去年同期連增 只有稅後經歷率是連減 2022Q2對比去年同期 營業毛利率 營業利益率也是連增 只有稅後經歷率是連減 那從三率表現來看 洪海的毛利率是真的有在持續往上提升 表現相當好 最終EPS的部分 2022Q1對比去年同期連增 2022Q2對比去年同期也是連增 雖然稅後經歷率是稍微連減 但最終EPS仍是成長的 表現不錯 那洪海2022年上半年是持續成長 淨值目前是100.33 股價是跟淨值差不多 再加上洪海也是大型全脂股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 另外如果要拉抬指數 大型全脂股應該會是首選 再來就是未來展望 洪海的3加3 三大未來產業領域 電動車 數位健康 機器人 三大核心技術 人工智慧 半導體 新世代通訊 可以說是未來的主軸 所以就造就我買進洪海的操作 以上的資訊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皆為個人心得 本人無邀約推介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